年轻不养生 它虽然并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 但是抽筋所带来的不适 也是令人很难受的 而当这种情况出现时 你会怎么想 相信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缺钙 其实结果可能和你想的有些不一样 夜里总是腿抽筋 别以为是缺钙引起的 还可能是这几种并发出的警告 一 人睡觉时为何容易腿抽筋 是因为缺钙吗 抽筋 其实有一个更严谨的名称 医学上我们往往叫肌肉静卵 当出现这种情时 患者常常会有剧烈疼痛 腿部僵硬的感觉 如在夜间发作 对睡眠影响很大 导致肌肉静卵的原因有很多 缺钙的确算一种 当血液中钙离子浓度过低 肌肉容易兴奋 便会引起抽筋 像孕妇 青少年应该需求比较大 所以更容易出现 但这只是其中一种 也算比较少见 而说到肌肉静卵的原因 主要可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生理性的 比如寒冷刺激 可导致血管收缩 最终引起腿部静卵 剧烈运动时 腿部肌肉收缩太快 又没足够的时间放松 导致局部代谢产物乳酸增多 也容易出现抽筋 过度疲劳时 比如跑马拉松 爬山等 也容易抽筋 一类是病理性的 比如中风 癫痫等 可导致肌肉失去神经的正常支配 从而过度兴奋 引发静卵抽筋 另外 下肢动脉硬化闭塞 腰椎肩盘突出症等 也可引起抽筋 所以别一抽筋 就直接当作是缺钙 还得找出具体的原因 才能针对性解决 尤其是病理性抽筋 得找出原发疾病 将病根解决了 抽筋的问题 才能迎刃而解 二 半夜喜欢腿抽筋 很可能这两种疾病的征兆 别不当回事 一 心血管病 像是腿部的动脉栓色 也会造成半夜的脚抽筋 而动脉栓色有80% 是来自心脏的冠状动脉 当冠状动脉有玻璃 或是堵塞的状况 就可能会造成下肢的栓色 另外高血压 深静脉血栓 静脉曲张 脚踝水肿 心脏衰竭和心脚痛 都可能导致脚频繁抽筋 二 肝病 肝脏是我们负责 蛋白质合成很重要的器官 肝硬化 慢性肝炎患者 其之炼氨基酸 牛黄酸可能会较低 而这两种氨基酸 肌肉方面 合成蛋白质所需的元素 缺少的话 运动神经会不自觉地放电 造成抽筋 如果是因为肝病 而毒素累积 所引发的肌肉静卵就很难好 要尽量赶快排出体内毒素 并用上肌肉松弛剂 三 神经系统问题 肌肉的异常活动 还有可能是神经系统引起的 包括大脑的问题 比如脑炎 脑血管病 帕金森是症 亨停顿舞蹈症 以及运动神经的问题 如椎间盘突出症 坐骨神经痛 另外 高血糖会造成周边神经的病变 导致神经传导 会不正常地放电 收缩 引起抽筋跟疼痛 这些都有可能出现肌肉静卵 进而抽筋的症状 但同时还会伴有其他神经系统损害的表现 四 关节病 关节炎也一样是跟抽筋互相影响的 因为在抽筋的时候 脚会往上缩 可能会造成脚踝 膝盖等关节的磨损 而关节的坏损 也可能伤害到神经 引起抽筋 疼痛 另外 骨折时附近的肌肉会强制收缩 一方面是痛觉兴奋 对肌肉造成刺激 一方面则是身体为了维持骨折位置的稳定 自然形成的保护机制 物 呼吸系统问题 而抽筋跟睡眠质量很有关系 研究也发现 容易抽筋的人 也会有睡眠呼吸暂停的问题 因为呼吸中止 身体要通过抽筋来打断睡眠 因为比抽筋更可怕的是 睡眠中的呼吸暂停增打了心脏压力 人体不得不蹦血速度更快 从而弥补缺乏的氧气 体内氧气水平波动 也会导致斑块在动脉中积聚 增加心血管疾病 高血压和中风的风险 不管是哪种疾病 如果不及时治疗 导致的后果都是很严重的 所以老年人如果频繁出现抽筋 一定要及时去医院诊治 三 睡觉时腿抽筋 如何快速缓解疼痛 半夜抽筋是一件非常难以忍受的事情 可以说没有体会过半夜抽筋的人 不知道什么是疼痛 那么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 来快速缓解疼痛呢 对于抽筋引起的疼痛 其实方法并不难 首先我们可以热敷 用热水将毛巾进射后 直接敷在抽筋的部位 然后适当按摩即可缓解 另外 在抽筋时 腿部别弯着 这样只会更疼 要立刻伸直腿部 将抽了的筋 拉回原本的位置 还有一种方法也挺有效的 但需求旁人协助 抽筋时 试着先站起来 把抽筋的那条腿往后弯 快要触到大腿时 让人帮忙往下拉 把两个脚的脚心相对 也一定稍微缓解抽筋的情况 下回要是抽筋了 可以选个适合自己的试试哦 相信可以很好的帮到你 四 下面为大家推荐十种食物 让你摆脱抽筋困扰 一 香蕉 香蕉属高热量水果 据分析 每100克果肉的发热量 达91大卡 在一些热带地区 香蕉还作为主要粮食 香蕉果肉营养价值颇高 每100克果肉 含碳水化合物20克 蛋白质1.2克 脂肪0.6克 此外 还含多种微量元素和维生素 其中 维生素也能促进生长 增强对疾病的抵抗力 是维持正常的生殖力和势力所必须 脚抽筋可能是因为身体中缺甲导致的 香蕉中含有丰富的甲元素 能够帮助防治肌肉净卵 特别是香蕉 还是能够让人轻松的水果 含有的泛酸 能够让人开心 解除忧郁 这对于因为长期精神紧张 引起的脚抽筋 也有不错的缓解效果 二 牛奶 牛奶是最古老的天然饮料之一 被誉为白色血液 对人体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牛奶含有丰富的矿物质 钙 磷 铁 铅 铜 蒙 木 最难得的是 牛奶是人体钙的最佳来源 而且钙磷比例非常适当 利于钙的吸收 种类复杂 至少有一百多种 主要成分有水 脂肪 灵脂 蛋白质 乳糖 无鸡盐等 脚抽筋还可能是 因为身体中缺钙造成的肌肉净乱 牛奶中含有丰富的钙质 能够帮助补充身体所需要的钙元素 防止脚抽筋 三 大豆 大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含有多种人体必须的氨基酸 可以提高人体免疫力 黄豆中的卵磷汁 可除掉附在血管壁上的胆固醇 防止血管硬化 预防心血管疾病 保护心脏 大豆中的卵磷汁 还具有防止肝脏内积存过多脂肪的作用 从而有效地防治 因肥胖而引起的脂肪肝 不仅如此 大豆中还含有的可溶性纤维 既可通便 又能降低胆固醇含量 大豆对手足抽筋疼痛 也具有很好的疗效 黄豆100克 细米糠60克 加水煎至黄豆熟烂 一天分两次吃 可预防手足抽筋 四 紫菜 晚上睡觉的时候 腿抽筋 很多人认为是缺钙 但其实缺美也会发生腿抽筋 营养专家表示 喜欢腿抽筋的人 不妨试试多吃一点寒美的食物 一般成年人 每日兑美的需求量 男性为350毫克 女性为300毫克 缺美可导致肌肉无力 耐久力降低 同时 美还对心血管健康 有重要的保护作用 人体如果缺美 可导致心动过速 心率不齐 即心肌坏死和钙化 近年来 国外科学家研究指出 人到中年以后 更要注意补美 而在众多蔬菜中 紫菜含美最高 每100克含460毫克 被誉为美元素的宝库 经常抽筋 可以吃点紫菜 效果也是不错的 五 豆腐干 豆腐干营养丰富 含有大量蛋白质 脂肪 碳水化合物 还含有钙 磷 铁等 多种人体所需的矿物质 而且豆腐蛋白 属完全蛋白 不仅含有人体必须的八种氨基酸 而且其比例也接近人体需要 营养价值较高 豆腐干在制作过程中 会添加食盐 茴香 花椒 大料 干姜等调料 既香又鲜 久吃不厌 被誉为素活腿 豆腐干含有的卵磷汁 可除掉负在血管壁上的胆固醇 防止血管硬化 预防心血管疾病 保护心脏 豆腐干还含有多种矿物质 补充钙质 防止因缺带引起的骨质疏松 促进骨骼发育 对小儿 老人的骨骼生长极为有利 对缺带引起的抽筋 也有很大的益处 六 海带 海带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蔬菜 同时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 含有丰富的点等矿物质元素 海带含热量低 蛋白质含量中等 矿物质丰富 研究发现 海带具有酱血汁 酱血糖 调解免疫 抗凝穴 抗肿瘤 排前解毒和抗氧化等多种生物功能 其次 甲也是海带营养的一大重点 许多人都把甲忽略掉 忽略甲 就忽略了三分之一的营养 甲是一种可以消除身体腐肉的矿物质 它可以帮助平衡身体内的钠 如果身体内的甲太少 造成身体内的那甲平衡失调 多余的那会把水分流住 造成细胞水肿 使得体重下不来腐肉更明显 但是如果甲离子身体摄取量足够 那离子就不会把多余的水分流住 所以甲离子 可帮助身体多余水分的代谢 消除水肿 改善腐肉修饰曲线 海藻类 就是含有这些矿物质 而对身体有帮助 而且 甲还有缓解肌肉静卵的作用 经常抽筋 吃点海带也是不错的 冬天 寒冷天气下 很多人都在受脚冷的折磨 脚处于人体最远端 血液供应比其他部位少 而且它的表面脂肪薄 不容易保温 在一般情况下 脚的温度都会较低 但脚有人体的第二心脏支撑 人的五脏六腑在脚上 都有相应的敏感区和反应点 所以 脚部保暖在冬天显得格外重要 脚部受寒 并从脚生 从人体的经络图上可以看到 人体的五大经络 都流经脚部 同时 脚上也分布了人体不少重要的穴位 影响着五脏六腑 所以 一旦脚部受寒 势必影响心血管和内脏 使高血压 中风的几率增高 一旦脚部受寒 还有可能引起一系列的呼吸道疾病 脚部过动 呼吸道粘膜的毛细血管收缩 造成血流量减少 抗病能力降低 从而发生上呼吸道感染 继而诱发其他疾病 从中医角度来讲 手脚冰凉是阳虚和气血亏虚的标志 也可能是寒气凝结经脉导致的 一 皮肾阳虚 阳气不足 中医认为 人体阳气不足时 抵抗风寒入体的能力就会下降 容易感到寒冷 同时气血也不能正常运转 阳气无法到达四肢 也就不能达到驱散寒气的作用 一旦阳气不足 邪风就容易入体 尤其现在到了冬季 是各种流行性感冒 新冠高发的季节 一不小心就会感染病毒 阳气不足的人 除了手脚冰凉 平日里还有胃寒 身体又须又懒得动 舌苔变厚变白的表现 二 气血亏虚 有些人常年手脚冰凉 面色微黄或者苍白 平日经常头晕 无力 不爱动弹 记忆力差 容易心慌心挤 胸闷气短 主要是因为气血亏虚 气血不足的人 血液难以到达四肢 至末端 气血营养不够 手脚就暖步起来 长期气血不足 可能是先天体质虚弱 过度劳累等原因引起的 病容易引发感冒 月经不调等疾病 所以常年脚步冰凉 说明身体可能出现了问题 不容小觑 运动暖脚三步法 一 入睡前用热水洗脚 而后对自己的双脚进行暗揉 拍打等 这样做 可是双脚的淋巴液流量 即脚步毛细血管的开放量 加大 二 睡前两小时 进行20到50分钟的热身活动 如慢跑 急速走 个别性体操 使身体发热 这样双脚也会发热 三 入睡前 走一走家庭仿真石头子路 许多人走过后 脚底有多种感觉 其中热 胀感觉最显明 冬季足部保暖四步取 一 欲足 水温在40到50摄氏度 浸泡一会儿后 再逐渐加水至踝关节以上 同时两脚不停地活动 或相互搓动 以促进水的流动 每次持续20到30分钟 以身上感到微热为上 二 晒脚 早晨或傍晚脱掉鞋袜 将两脚心朝向太阳 晒20到30分钟 能促进全身代谢 加快血液循环 提升内脏器官的活力 使其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此法对勾搂病 鼻炎 停血 低血压等疾病 有较好的疗效 三 动脂 经常活动脚趾 经络理论认为 胃的经络通过脚的第二指和第三指之间 固脚的二指 三指粗壮有弹性 每天抽出一点时间 练习用二指和三指加东西或再做 握时有意识地活动脚趾 持之以恒 胃肠功能就会逐渐增强 四 捶脚 用拳头轻轻捶击脚心 每次五十到一百下 使之产生酸 麻 热 胀的感觉 左右脚各做一变 可刺激脚底神经末梢 促进血液循环 可收到健身防病之效 今天的分享结束了 愿各位听众朋友 都能身体健康 拥有幸福晚年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